移民新加坡你后悔了吗 最近我们在对我们经手移民新加坡的客户进行回访 询问一些关于移民新加坡后的真实感受和对我们服务的意见 首先呢 真心的感谢大家一致的好评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会继续保持和努力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其中 因小孩上学需要而申请自顾签证的杨女士表示 新加坡真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好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语言优势本来过来之前害怕英文不好 在这边格格不入 即便是查过很多资料 但是还是比较紧张 当我们落地新加坡后才体会到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汉语普通话 这也是新加坡政府的语言 然而英语是常见的语言 是商业和贸易的语言 孩子们在学校一般都是用英语授课 但也会被要求学习普通话 新加坡的其他常见语言 包括泰米尔语 马来语和粤语 只会汉语在这边 简直不要太方便哦 高质量的教育 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 孩子在双语上的进步特别明显 大环境下的口语 日益熟练 低价的家政服务 甚至比起国内 现在的一二线城市都便宜很多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开支方面 能减少很多压力 强大的安全保障 新加坡的安全性特别高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尤为明显 即便是在半夜 街道也很安全 孩子放在这边教育和生活 更容易也很放心 先进的医疗设施 这个城市生活水平是出了名的高 我想这一点只有去过医院的才能体会到 同时也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 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 最近准备请我们帮他们申请长期探访准证 让他们也过来一起生活 自己和家人都放心 工作方面 因为自己是自顾签证 有自己注册的公司 本身国内就有点经商经验 在我们代打理下 慢慢地把国内很多事宜都搬了过来 也认识了很多以前接触不到的客户 现在在OCBC也开通了银行账户 公司比国内运营简单且轻松很多 一切都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来新加坡的真实感受 其实像杨女士这样 因为孩子上学 或者因为工作需要的客户还有很多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感受也不同 但是都在为美好的未来努力着 那么你移民新加坡的感受是什么样呢 评论区告诉我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新加坡移民小知识